这是一款美国在意的最高级别空中指挥机 专门为应对全球核战争的爆发 更有军迷称之为末日堡垒 就连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与其相比也黯然失色 它是名副其实的空中白宫 其单位飞行成本比B-2战略轰炸机还要贵3万美元 这就是本期火力军要为大家介绍的 E-4B Nightwatch守夜者空中指挥机 E-4B空中指挥机是专供美国最高指挥人员 在美国本土遭遇大规模核打击时 担任临时的空中指挥所 在发生核战争时充当美国军事行动的神经中枢 在美军的计划中 美国本土一旦遭到核打击 美国总统、副总统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 将会在一个秘密地点登上E-4B指挥机 接管美国的剩余核力量 然后E-4B指挥机会在美国上空的一条机密航线 从而避开可能遭受的打击 而催生其出现的缘由自然与当年的苏联有关 虽然世界上第一款原子弹由美国率先制造 但让美国人没想到的是 苏联人竟然这么快地追了上来 并且在整个冷战时期 美军核武器数量最高时约为27519枚 而苏联则不讲武德 在自制常规武器比不过美国的情况下 疯狂扩充核武库 冷战巅峰时期拥有多达45000枚核武器 对手的核武器数量将近是美国的一倍 这让美国的战略学家认为 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模式将一去不复返 取而代之的是大国之间的核威慑 为了应对这种模式 美国除了修建埋藏在地下的军事基地 以及部署大量的反导系统外 还准备在空中搭建被称为末日飞机的空中指挥所 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美苏双方在河岸旁徘徊 使人类空前的接近毁灭的边缘 虽然最后以苏联与美国的相互妥协而告终 但迄今为止 该事件仍被认为是人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 这场危机更是使美国加速 将末日指挥飞机的想法付出实践 随即美国空军将波音公司生产的C-135军用运输机 改装为EC-135C国家紧急空中指挥所 自1965年起共生产了11架 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 美国军方认为该款飞机的性能不足 于是美国空军在波音747-200B大型客机的基础上 建造了新一代E-4A空中指挥机 其机舱面积几乎是先前EC-135空中指挥机的三倍 1973年6月13日 第一架E-4A空中指挥机首飞 并于第二年12月份交付给美国空军 截止到1975年 波音一共改装了三架E-4A指挥机并投入使用 而波音改造的第四架 也就是第一架E-4B指挥机 于1980年1月开始服役 这架飞机换装了更先进的通信和电子设备等 从而提高了在核爆炸中 生存和指挥能力 随后波音公司与美国空军又用了五年的时间 将前三架E-4A指挥机改造升级成E-4B指挥机 改造完成后 每架E-4B指挥机造价高达2.23亿美元 美国总统所乘坐的空军一号 也源自于同款波音747-200B客机 而与之相比 E-4B指挥机的军用性能更强 能够执行的军事行动更广泛 包括引导核潜艇对目标展开攻击 下达核弹的发射命令等 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名字里 虽然也有空军二字 但是更偏向于行政运输 E-4B指挥机之所以被命名为首业者 据说其灵感主要来自于 荷兰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林布兰 所画的一幅叫夜巡的画 但为何用此画来命名 有知道的观众朋友 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E-4B指挥机长70米 高持9米 空重170吨 最大起飞重量360吨 其早期版本的E-4A采用 四台GT9D涡轮风扇发动机 改为E-4B后换装四台 CF650E涡轮风扇发动机 单台推力223.5千牛 其最大时速超过950公里 航程高达12600公里 因此在不进行空中加油时 可持续飞行12小时 进行空中加油后 其续航时间会超过三天 相当于能绕地球飞行近两圈 原来的E-4A指挥机相比 E-4B指挥机在驾驶舱后部 多出了一个凸起的 卫星通信天线整流罩 其机身上也带有明显的 各种天线和传感器 尾部整流罩内 是可用脚盘收放的 长度达8000米的 甚低频通信拖拽天线 为了更好地利用机身内部空间 和保证总统的安全 E-4B指挥机内部被分为三层 上层主要包括驾驶室 机组人员的休息区和睡眠区 以及一座在商用波音747客机上 找不到的特殊导航站 中间层主要是总统和机要人员的活动区域 其主要分为六个功能区 指挥工作区 会议室 简报室 作战小组工作区 通讯区和休息区 人员可以在这一层工作 用餐和休息 最下层是飞机的设备室 里面安装了供水罐 发电机以及通信等设备 为了支撑整架飞机的运转 每架E-4B指挥机至少需要48名机组人员 而满载时最多能够搭载112人 按计划一旦爆发核战 华盛顿军政高官将会分三组搭乘E-4B指挥机 飞往美国境内三个不同的地点指挥全军对抗 为保证全天候24小时待命 E-4B机组人员全部都进行严格训练 只需五分钟就能从休息地点跑到机场 其每小时飞行成本高达16万美元 在美国媒体的排名中 是当今无愧的世界第一轨 作为对比大名鼎鼎的B-2轰炸机 飞行成本为13万美元 E-4B指挥机拥有空军一号大部分的功能 比如安装有智芒来袭导弹的红外干扰系统 和有源电子对抗系统 这两种系统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干扰来袭导弹 不过该飞机与空军一号有所不同的是 作为一款为了应对核大战而设计的飞机 E-4B指挥机专为实用而打造 机体外部装有电子脉冲盾和热辐射盾 其内部保留了上世纪80年代的通讯装备 而机身外部除了驾驶室几乎没有窗户 帮助机组人员抵挡炸弹爆炸时刺眼的光线 少数存在窗户也装有电子屏蔽的金属网 以上的措施加上严丝合缝的外壳 内部设备都进行加固 抗热和防火处理 都是为了让这款飞机在核爆炸中能够生存下来 其驾驶舱内几乎没有数字触摸屏 飞控航电系统均采用了传统模式飞行仪表 毕竟越繁多的电子设备 其抗干扰能力越弱于传统的机械控制感 除此之外 14B指挥机的机载电子设备中 有13套对外通信设备及其所用的46组天线 加上前面提到的凸起的卫星通信天线整流罩 以及下层甲板里长达8000米的低频通信拖拽天线 让14B指挥机几乎涵盖 从14K赫兹到8.4GHz的整个无线电通信频谱 其通讯能力比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更加出色 14B指挥机可以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与全球任意地区取得联系 而长达8000米的低频通信拖拽天线 则是专门针对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通信 能够确保在全球任意位置下达核攻击指令 按照美国军方的传统 在总统乘坐空军一号出行时 14B指挥机往往会随同出行 以防突然遇到世界性危机 或者遇到空军一号无法处理的紧急情况 并且在美国空军的日常安排中 每天都有至少一架14B指挥机 在美军驻全球各大军事驻地中的一个上空盘旋警戒 美国空军到目前为止也仅有四架14B指挥机 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服役 当时设计使用寿命为11.5万小时和3万次循环 美军预计在2039年该飞机就会达到使用寿命 在2020年五角大楼计划生产新一代末日指挥机 但迄今为止仍未有消息流出 因此14B指挥机还要再飞20年 不过火力军希望天空中永远不要出现该款飞机的身影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将答案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